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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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erry 或是可以叫我謝志祥 今天要來跟大家談的是 如何用多語言去跨越我們的溝通障礙 接下來的18分鐘 我要帶大家去遠方一個叫厄瓜多的國家 厄瓜多在地球的另一端 從台灣坐飛機去要16個小時 西邊是有名的加拉巴哥群島 中間是岸地是山脈 北邊是哥倫比亞 南邊是秘魯 東邊是亞馬遜叢林 再過去就是巴西了 2012年的夏天 我到厄瓜多這個國家 去學一個叫做 克丘雅語的語言 如果你會念西班牙文的話 它這邊就是 Aprenda Kicha 如果你們在你們的手冊 講者手冊上面看到 會看到它是寫Ketra 好 什麼是克丘雅語呢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大家都有聽過一個地方 叫做馬丘比丘對不對 那馬丘比丘是哪個國家的人蓋的呢 不是西班牙人嘛對不對 是印加帝國人蓋的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印加帝國的人講什麼語言 他們講的就是克丘雅語 後來定家帝國滅亡了吧 那各個語言還是有流傳下來 馬丘比丘 用克丘雅語去念 就是馬丘比丘 意思就是老山丘的意思 現在呢 整個南美洲大陸 其實還有一千多萬人 在講這個語言 所以我不覺得它真的算是一個小種語言 當然西班牙文還是比它大 那我們講到學語言 你們想到什麼事情 學校就是跟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先學字母 單字 文法 等等等等的東西 如果你是學日文的 你第一個想到的事情就是什麼 五十音嘛對不對 A E U A O 那現在大家都有很多人看韓劇 就學韓文啦 學韓文他就跟你說 一定要先學四十音 Ka Na Ta 其實我順序不太知道 那你學法文呢 那是不是老師就跟你說 一定要先學A B Sei De E 不能唸I 那你們有想過為什麼要這樣嗎 你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件事情嗎 請問 這個方法有得到英國研究證實嗎 好 所以你們想想看這個問題 那 克丘牙語這個語言呢 它其實有很多種 它不是只有一種 那我學的那種克丘牙語 它叫做Napol Ketra 是在俄瓜多的東部 的熱帶語音裡面講的一種Ketra 我去俄瓜多之前是沒有辦法找到任何資料 其實我連它是哪一種克丘牙語我都不知道 所以沒有找到任何資料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先學 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打基礎 就是完全不會 那我一開始有點緊張就覺得 你今天去韓國你不會喊文 迷路就算了 那你今天去原始叢林裡面 你不會語言的話 你碰到土人你會不會被吃掉 對不對 可是後來呢我就轉念一想 因為我很喜歡語言嘛 就想說 其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我可以趁這個機會去探討 什麼是學語言的本質 那個時候我在想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剛剛大家有沒有看到 亥克他秀一張圖叫做 User guide not included 就是你如果沒有實用者手冊的話 你要怎麼去學這個語言 也就是說 今天這個語言 它沒有文法書 沒有單字書 沒有課本 甚至連文字都沒有的話 請問你學的會嗎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語言一定要有人教嗎 如果這個語言 就沒有一個人是老師怎麼辦 那你們再回想到最原始最原始 第一個到 這個叫做Napol地方的傳教士西班牙人 Kongistato 他們是怎麼學會的 第三個問題 如果說 學文法背單字不是學語言的本質 那它的本質是什麼 好 我到了熱帶雨林之後 就鬆了一口氣 本來很緊張的 因為熱帶雨林一點都不熱 所以你們不要想像它很熱氣 它一點都不熱 晚上有時候還要蓋背 好 這是第一個讓我覺得很寬心 另外呢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還有其他37位同學 他們也去惡瓜多這個地方 學克丘亞語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研究計畫 所以這37個同學呢 他們早上都要深入熱帶雨林裡面 然後去聽原住民講很多很多很奇怪的故事 然後沒有時間跟大家分享 下午呢 其實那邊有一位教授 一個美國教授 他會教大家一些克丘亞語 有點像是語言學校上課的概念 晚上呢 大概就是自由時間 你可以複習 你也可以去找部落裡面的人聊天 就很自由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們有網路 除非你家很有錢 你可以買衛星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連那個 我後來遇到一個印度人 他這邊有這樣 好 所以呢 你不能滑手機嘛 你也不能打電話 你也不能上網 幹嘛幹嘛都不行 你有這麼棒的環境 還有一個這麼專業的老師 這個老師 他的太太還是那邊的人 這37個同學呢 兩個月後 沒有一個人學會這個語言 然後回去他們國家之後 他們全部都忘記了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我是第38個人 然後我也是 唯一跟他們是國籍不同的 我本來應該要照這個研究計畫的安排 去學這個語言 就是說早上呢 要進到叢林裡面去啊 然後晚上要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第二天呢 那個指導教授 他叫做Todd 不是Ted 是Todd 我們那個計畫裡面 一直有人弄錯 他就跟我說 Terry啊 從明天開始呢 你就不要來我們上課 或是幹嘛 你從早到晚我就隨便你 你要幹嘛 你去幹嘛 我完全不干涉你 我非常高興 為什麼他允許我這樣 因為我長得比較可愛嗎 不可能 他覺得我學太快了 所以呢 不要去參加那個 用我自己方法學就好 那我怎麼會學很快呢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就要讓自己歸零 用所謂的小朋友的方法 去接觸這個語言 你既然是User Guide Not Included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學 我不管聽人懂聽不懂呢 就一整天 就待在這些原住民旁邊 陪他們 我兩個禮拜呢 就可以用這個語言去溝通 那一個月 就完全習慣這個語言 兩個月之後呢 Todd 他就跟我說 他是在二十多年來看過 就是學這個語言 學最快的人 那這還不是最驚奇的喔 其實我上個禮拜二 還在他們 美國的家裡面吃飯 我已經三年沒有講這個語言 我自己都很訝異喔 我們吃飯的時間 我很懷疑我自己還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結果一個小時下去 我都跟他的妻子 我們三個人就在那邊講這個語言 所以這個小朋友的方法非常厲害喔 三年之後你都沒有忘記 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這個小朋友的方法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他其實不難 就兩個方法 第一個 聽不懂也要聽這件事情 我們常常覺得 我們語言不會 就沒有辦法跟人溝通 譬如說你覺得你不會日文 然後你去日本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跟日本人溝通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想一下這個問題 你覺得你一定要會語言 才有辦法跟人家溝通嗎 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在真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先知道意思 才去學會語言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那個時候 在亞馬遜叢林裡面 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廚房 採米油鹽醬醋茶 然後就跟這些原住民 我也不一定要聽得懂 他們全部在講什麼 就看他們在幹嘛 如果你看到A跟B講了一段話之後 然後B就把水拿給A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就是你給我水嘛 那那個當下你一定記不下來啊 沒有人記得下來了 第一次你不可能記得下來了 但是那一段聲音跟那個情境 其實都已經烙在你的腦袋裡面了 下一次同樣的情境出現 某人把水拿給另外一個人的話 那你的潛意識 你的那個東西就會被叫出來 然後你就會知道那一段話要怎麼講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韓劇的經驗 不管你是看星星還是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看到呢 這個女主角呢 講了一個東西之後 然後男主角就滾出去了 譬如說她講Gocho 那你就知道最近就是要滾開的意思 就像這樣子而已 第二個比較難一點 但是其實也沒有很難 就是呢 你要像小朋友 Yaya Sherry一樣亂講話 就是你不管聽到什麼東西的 其實你都試著可以把它講出來 再來呢 你也不要想說 我一定一開始就要講很完整的一句話 假設在科學法這個語言 我想要講的一句話叫做 我看到大嘴尿 如果大我不會講的話 那我就可以這樣講啊 Niu ka shi kwan ga liku kani 如果看我不會講呢 那我就把它換過來嘛 Niu ka ha tun shi kwan ga liku kani 所以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表達 不一定要講到一百分的句子 再來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唱歌 其實常常你要在那個環境裡面 引起人家的反應呢 其實你這樣就是唱歌 那個時候呢 我就學了一首歌叫做 《說謊的大嘴尿》 所以我看到人呢 我就這樣唱 一了是kwan ga 一了是kwan ga 你們會覺得很好玩嗎 當地人會覺得更好玩 你怎麼會在唱我們的歌呢 他就跟你講很多話 過程當中呢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要再舉個例子 所以我們要暫時呢 瞬間移動到 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去 這個是叫Korongoro 在坦桑尼亞的一個大草原 然後這邊動物非常多 我去年的冬天去坦桑尼亞 住了一個月 不是去這個 這只有一天半 我住到一家七年旅社裡面 就是背包客棧 去學一個叫做史瓦西里語的語 這個語言一樣也不是小語種 它很大 其實整個東非有非常多人在講 這家背包客棧呢 門口有一個巴士站牌 當地的巴士就是這個 叫做達拉達拉 基本上都是Toyota的很舊的車 每天早上五點半 達拉達拉就會開始活動 那他們要出發之前呢 就會一直喊目的地的站名 譬如說 如果他這台車是要去Moshono的話 那車上就會是大喊Moshono Mosh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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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類似就是 下一站是土城這種概念 那我那個時候五點半就會一直醒來 可是我其實沒有覺得很吵 其他的房客會覺得很吵 我就說你怎麼一大早真的這樣喊 我沒有覺得很吵 我覺得很好玩 我就開始學他講話 Mosh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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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就在客森裡面呢 看到當地人呢 一樣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理由 我就跟他們講 Mosh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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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地的這些黑人朋友 他們就覺得很好玩啊 其實我也不一定他知道 全部在講什麼 他們就會開始跟我一搭一唱 最後演變成了 我们所有人的绰号都是这些占领 譬如说我就叫做Mr.Volombo 另一个人叫Kisongo 就像这样 不管你在热带雨林里面 或者是在非洲大草原之上 这样子讲话 随便讲话或是唱歌 其实都是很重要 这样就可以让你很快就融入那个语言 第一个 听不懂要听 你不知道讲什么你要讲 就这样的方法 因为我学很快 就我这些其他同学 他们都会想要问我说 他说Terry啊 你都不用上课 你都不用教作业 你都不用考试 这可以学得这么快 你有什么秘诀 就会告诉我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没有什么秘诀 我也没有什么葵花宝典 我偷藏一本key chart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 我说其实就是那两个 你听不懂了你也要去听 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你也要说一些东西 然后去模仿 然后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真的还是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那每天你跟我一起去 然后就带他们去 找我那些原住民朋友 然后就一样 他们可能觉得我都听得懂 其实我都没有 但是我后来发现呢 他们有个问题 就跟我不一样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听不懂 一直听这件事情 不是说他们 就是耳朵有问题 不是干嘛 他们觉得 听了五分钟 听不懂就觉得很尴尬 或者觉得自己很笨 心情不好 他们就不听了 那再来就是 开口的问题 他们也觉得 我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我就不想讲 或者是觉得自己发音不好什么 什么这些问题 那个时候其实我很震撼 因为大部分学生都是美国人 但美国人都很豪迈 sup man 对不对 在酒吧里面 但是呢 他们在面对外语的时候 特别是原住民的语言 他们那个害羞跟别扭的程度 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亚洲人 绝对不会输给日本人 我非常震撼 那其实他们那个心情是一样的 看到自己发音不好是什么 所以他们真正的问题呢 其实不是在于说 有没有上课我是干嘛的 而是说 他们有办法跨越这个沟通的障碍 然后去跟当地人真的成为朋友 真的可以跟他们讲话 那这不是只有我自己 他们这样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我是客家人 我爸妈也都是客家人 我全家的人都是客家人 我不会讲客家话 我最近还偷偷去查 谢谢你要怎么讲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小时候我爸妈他在讲 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的时候 他都一定用客家话讲 那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我讨厌你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那你不要让我知道 我就更不想要知道 所以我就很排斥客家话 再来呢 你们都知道 你们爸妈在讲 不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跟惩罚有关嘛 对不对 或者说不好的事情 那所以小时候只要听到客家话呢 接下来会出现的事情就是 不可以看电视嘛 不可以打电动 不可以打电脑 或是不可以干嘛 好 所以从本来只是很排斥 就变成觉得这是一个灾难的语言 心里面就说 我绝对不要学这个语言 我绝对不要讲话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 后来我就真的不会了 连谢谢你都不会讲 我不会客家话 但是我讲台语 可是其实我没有讲台语 真的讲台语的环境 我小时候有保姆 我保姆呢 他是宜兰的闽南人 所以在家就讲台语 我很喜欢去他们家玩 因为在他们家 可以一直打电动 一直打电动 所以台语就变成了 打电动的背景音乐 然后觉得 这跟快乐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很想要去学习它 然后就学会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不管是在亚马逊丛林里面的我的同学呢 或者是我自己 我们都因为心里面有各种情绪 或者说各种障碍 我们跨不过去 所以就没有学会语言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比环境还重要 然后用一句话 英文的话就是说 It's all in your head 就是都是你想出来的 这些语言的障碍 其实大多数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并不是真的存在 于是呢 我觉得语言教育呢 就是要换一个方式去做 所以我成立了多国语言习的活动网 就是想要用多语言的概念呢 让大家去解决这些沟通上的障碍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活动呢 就叫做多语咖啡 什么是多语咖啡呢 就我们会请非常多国家的人 到这个我们的咖啡的场地 第一个呢 让你想练什么语言 你就一定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你想讲日文 就一定可以讲日文 想讲法文 就一定可以讲法文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挑战自己 说我今天 即使不会一个语言 我也愿意去尝试去听 尝试去讲 比如说 你从来没有学过西班牙文 你有看到 在这个多语咖啡的场合里面 有一群人在讲西班牙文 你愿意过去听 你愿意坐下 这样你就成功了 因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克服很多障碍 那你再去尝试俄文啊 法文这些语言的话 你慢慢就可以用多语言 去克服这些障碍 去沟通 我有一个学生 他叫做Kiwi 不是奇异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个头很大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 很害羞的男生 他来跟我说 他要学日文 然后我去跟他讲 他第一天呢 我就把他丢给一个日本人 将来日本人 一直跟他讲日文 讲15分钟 然后哭上的脸跑着来 跟我说 Terry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完全听不懂 然后就跟他讲 为什么要这样子 后来一个月之后呢 他就多了咖啡 我看到他 他就自己一个人 跑去俄文坐在那边 坐了两个小时 不动声色 就非常悠然自得 然后就问他说 你不是说这样很恐怖吗 你怎么自己跑去俄文那边坐 他说 语言就是这样啊 你就先听嘛 习惯了就好 他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方法 你怎么样去改变自己 如果你对语言有这些障碍或是害怕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在台湾呢 有非常多的东南亚的新移民 或者是劳工 越南 印尼 柬埔寨 泰国 你们去试着跟他交朋友 去学他们的语言 因为只要我们讲到英文 日文 法文 德文 这些语言 我们的先入为主观念 和记忆的观念就非常多 比如说在日本就有一个笑话 如果你看到一个日本人 你去过去跟他讲英文 甚至你不要讲英文 讲很像英文的声音之后 他就很惊慌的 就是跳开跟你说 This is a pain 这个就是学校教育 它让我们过去的一些东西 让我们很害怕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要你马上去掉 马上忘记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从 没有任何先入为主观念的语言开始 比如说越南话 印尼话 去试试看 交一个越南的朋友 交一个印尼的朋友 你去跟他们沟通 去学一点他们的语言 之后你再回去看这些英文 法文 日文 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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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语言 你会发现就没有这么难了 我以前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大阪 那我的老板 他常常就这样说我 他说 你是笨蛋吗 他说 结果像你这样笨蛋了 你才会学十几二十种语言 然后我觉得 他说我很好 所以我说的这个多语言的 习的这样的概念 并不是要大家 真的去学会 二十个 三十个 或者四十个语言 都不是那个样子 而是我们应该要有 多语言的胸襟 去接纳各种不同的事物 你做到这样子之后 你就可以跨越那些障碍 去讲你想说的语言 甚至超越自己 又打破那种人生的限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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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